出席智慧城市经济论坛 台中市长林嘉龙先替北上街掌 台北市警察局局长的陈家昌 向台北市长柯文哲喊话 陈家昌局长他自小在台中 但是没有办法再调到台北市区 他只是跟他太太在这里挨拔车 一共共亡的杀交 因为警察人是一条路面 先到台北市我看起来 他把路面欺负他 我相信柯市长一定会好 这个借助他的采访 身为前老板不舍陈家昌遭柯文哲冷落 但林嘉龙同时也关心中部经济问题 台中市先前跃升为人口数第二大城市 中央喊口号拼经济 林嘉龙跟上脚步从论坛吸取经验 我们的制造业长期以来是单机 代工做得很好 可是如果你跟物联网结合 那包括这些软体的城市 那通过工业4.0 能够结合起来的话 那我觉得台湾的制造业会有全新的未来 强工物联网结合中部强盛的制造业 扭转中部经济 台中人数虽越居全台第二 但整体经济怎么迎头赶上 让市民有感是林嘉龙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欢迎讯用红世成台中报道 台湾